小朋友从幼稚园自己离开走路回家 袁芳却是完全不知道 苗林县有一名三岁的小男孩 第一天上幼儿园可能是适应不好 结果中午他就自行离开走路回家 五分钟的路程还经过工地 有大货车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 最后妈妈发现小男孩站在门口大哭 很惊讶说他怎么会跑回来了 打电话给袁芳询问 没有想到老师竟然完全不知道 小朋友已经离开 还说很可能只是上个厕所 画面上三岁男童拿着水壶 独自走在马路中央 让人捏把冷汗 还好没有大车经过 男童走到自家门口按不到电铃 正巧游拆送信来 妈妈开门 发现应该待在幼儿园的儿子 怎么会站在门口大哭 吓了一跳 打电话问老师 老师居然还状况外 更让家长气到说不出话来 小孩子不见了老师还不知道 我们的车太夸张了 有上一跳 而且小孩已经哭得很惨了 而且他其实有吓到 家长表示第一时间接电话的老师 声称男童上厕所去了 之后发现小孩不见了 右边造说男童是爬墙溜回家的 直到妈妈到学校 要求调阅监视器画面 才发现男童是走出教室 通过走廊安全门和学校大门 走到马路上 拐三个弯 约五分钟的路程走回家 原方从头到尾都没发现 这才坦诚舒适 遗憾也很抱歉 那因为今天是开学日 所以进进出出的家长比较多 人比较多 所以那个安全门可能没有被带上 还好难通平安 但家长没办法原谅 说园长事发之后 两手一摊还质问家长 不然你想怎么样 这种态度让人无法接受 原方表示园长是一时心急口坏 造成误解 会持续和家长沟通 并立刻改善安全门装置 不过早已经吓破胆的家长 怎么放心再把小孩 交给这样的幼儿园 就有张欣杰苗栗报道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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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